大家好,我是Ms. Luv 我是Ms. Luv,為何今天這麼裝作? 是不是很斯文? 因為今天身邊有一位很英俊瀟灑 和禮宴賓的Dr.L在我們身邊 Dr.L,可否介紹你自己? 因為你的姓Dr.L很特別 那L是代表什麼? 都是傳媒給我一個名稱 其實L有四個意思 第一個就是樂性 樂性是聖涼,所以很涼 第二個就是關於Lifestyle 因為我很喜歡日常生活上的品味工作 包括衣食住行 第三就是Luxury 因為我們工作也有和Luxury很多的品牌合作 第四就是我的專業領域 就是國語的評音 畢義的年 所以就叫做Dr.L 我以為是L給年輕人 我肯定是正確的 這個其中一個是真實的 我想問一下Dr.L,你為何會選擇這方面去發展? 是的,禮儀專家 這個大概十四年前開始我做事 其實十四年前我就是在一間公司做管理工作 那為何我會開始這個行業呢? 好 就是一條氣不順 哦,OK 這條氣不順 為什麼 以前整個部門有二十幾個同事跟我 到最後縮到只有五個六個同事跟我做 我想當時我還年輕三十幾歲 我覺得不如創業吧 還年輕 試試吧 結果很大膽地開了全香港有平台的禮堂校 那為什麼會有禮堂校呢? 是否本身自己的家庭是很有禮堂的? 坦白說,我父母很嚴格 嚴格的地方是我們不明白 為什麼我們跟其他小朋友很不一樣 我也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長 當我以前被打出來的 是罵出來的 是很嚴格的 有迫白的情況之下 但以前不明白 為什麼小朋友可以這麼隨便 走來走去 但我們不行的 就是吃飽的話 拿著自己的筷子 拿著一個碗 拿著一張椅子 拿著一張椅子 不能拖著的 是 因為有被擺嗎? 是 就要放回自己的廚房 然後跟其他家庭和家庭說 不好意思 吃飽了 大家慢慢吃 但是 以前小時候不懂的 但是 開始出來工作 拍拖了 去家吃飯的時候 分別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好像在生命中 我要做你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些經歷 所以說 你會在雞毛 像雞皮的 有個使命感 對 這個任務是你自己才知道的 那我就 發現到 我很喜歡這個 因為那時候 我都去過村民讀書回來 都去看一些科學棟的科學程 我很喜歡看這些科學程 我覺得 以前 那些媽媽說的話 你只是說 沒有數據 我看不到有些什麼 單調 可以說我這些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原來歐洲 就有很多這些工作 對 那我就看了之後 我就餓上了這個 來的工作 那我問我自己 如果去做什麼呢 當時 我在一間公司裡面 我做很多不同的部門 我做很多不同的部門 我做過很多不同的部門 HR做過 訓練 結果 比如 我又喜歡說話 我又喜歡去做一些訓練的工作 比如開一間 就開了給大家 OK 非常有趣 因為香港實在不是很多 香港其實不是很多 還有 講起家庭教育那方面 可能大家都沒有 很刻意在這方面 在這方面 其實 其實是這樣 很多人覺得 女兒一定是某些人 或者有些有錢人 或者有勢力 有背景的人才學的 是 其實 我對我來說不是的 那我十四年前 我開始這個 工作 即是這個 工作 其實我過了 之後兩三年 我將禮儀是普及化的 即是那時候 我流行團購的 是 99元上禮儀課程 即是 good plan good plan good buy 什麼be crazy 我什麼都用了 但這個課程 99元 導致了一個很大的生意 後面的snowboard 又大 由一個課程 變了十三種 十四種 十五種的課程 我就是這樣走出來 嗯 有些課程是不收錢的 即是幫一些 一些 可能一些 低收入的家庭 一些優惠 做一些工作 因為我都訓練了很多 我的導師出來 他們需要一些 工作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 雙方 有賺錢 在商業角度 公司也要賺錢 賺錢 對 有一點幫助社會 弱勢細菌 所以很開心 這件事情 對 我剛才提到家庭方面 其實家長又如何把 manner和 etiquette 分開呢 其實 我家長一般來說 其實 manner和 etiquette 是怎樣 其實兩個都叫禮儀 但我們很多朋友 經常覺得 是否一定要等級 我就說東方和西方 西方說兩種禮儀 就是講尊重 尊重 還有講形象 兩種東西 但是東方呢 剛剛就 我們開記之前 我和你說 中國人的層次會更加深 因為 力度的故事更加長 演變 我們禮儀之邦 五千年歷史 所以禮儀的禮 禮儀 禮和儀禮 方為兩層次 禮貌 禮物 和制度 儀呢 代表 儀容 儀表 儀態 儀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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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現在這麼有興趣 將 manner和 etiquette 分開 原來 在 etiquette裡面 我做過 research 真的有做 是 很多 是 很多 分分鐘 是有五十幾個至六十幾個 topic 現在甚至新興 有online的 etiquette online 我們叫做 letiquette letiquette 前面加en 所以這個是很 不斷改變的社會的風氣 令到很多 etiquette包包 其實不外乎於 我想不要分開 因為 polite 是代表禮貌 manus 也叫做禮貌 etiquette 也叫做禮貌 有很多的字都代表 包括拜神 這個英文字 都是一個叫做禮貌 我不想分開 原因是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不是完 是平地 大家一看見很多市民的東西 百愛乎於 法律和規定 你在不同的時間 在不同的場合 在不同的地方 我們現在怎樣配備自己呢 我們現在怎樣服裝 我們怎樣吃飯呢 這些反而我覺得 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如果你選擇 如果要強行去區分它的話 其實是家長很辛苦 因為家長沒有讀過這個學科 大學每一個學科是學禮儀的 是一些課活動 所以我們很隨意地滲透它 好像調味料一樣 這樣更好 你強行煮菜給他們吃的話 小朋友不接受 剛才你剛才說 滲透式這樣 其實我覺得是很重要 其實為什麼今天我對這個題目 那麼有興趣呢 我覺得禮儀這件事 其實不是自己 是尊重身邊的人 是愛身邊的人 以及如何關心身邊的環境 而去做這件事出來的 譬如單單吃飯 我不知道我自己個人 我很怕別人吃飯吃到 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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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很敏感對這件事 但我覺得這是尊重的 但不是啊 在日本吃拉麵是這個 那才叫做尊重的 對 這就是有特別之處 藝術學 官物是一樣 對 又不同 本地又不同 家長會如何去做這種事 其實 我們加入了 譬如有班家長有很多叫做NLP的工具 NLP 神經 Elp Legriistic 其實是加入很多語言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這樣區分 反而我覺得是 the map is not the territory 地和不等於地位 即是我1cm 等不等到你 現在1cm 先 1cm 即是多少 即是用手指量度中的大拇指和食指 你以為1cm 你和旁邊的人量度下 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我經常把日本那套 放在我們中國人那套 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我反而覺得 我們應該最高的層次就是 我們沒有框架 我們要尊重的 你覺得是正確的 你覺得現在和人溝通 你覺得是舒服的 不是 你想怎樣 這種感覺還沒說話 已經是封鎖了 這是一種感覺 反而我覺得 大家放下更多 rules 不要覺得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左次右 其實是不對的 但相反如果你是一個商務 你是一個公司的主席 或者公司的代人 這些就不可以坐 但小朋友呢 給他坐 家長也不要那麼介意 他家懷的時候 整個小朋友很累 很壞 要更壞 你應該是學習小朋友 和小朋友說 我們怎樣做得更好 你1234567 不是那小朋友 現在 今代的小朋友是很難接受的 所以我們是要甜結 因為很多都是情緒的東西 剛才說到 聽到很多都是牽連到家庭的一方面 其實我們給家長什麼訊息 家長為什麼要專注去學禮儀呢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人生的操縱 很多家長很多誤區 我要找多隻遊樂 教我小朋友餐出來 首先我要理解 這個小朋友 我不適合多大 太小其實不適合學的 你知道嗎 最奧縱的 正常問題 這個問題 是的 我猜一下 3歲 太小了 3歲 3歲還是80 但是 3歲還是80 不是這樣吧 3歲就可以 對 其實她覺得對 真正學禮儀 從3歲開始學 但是學餐出禮儀 其實要大一點 六四歲就好 最好 所以我之前也分享過 餐出禮儀 其實不是學技巧 而是學氛圍 即環境 即環境 即現在很奢侈 跟我的人吃的餐飯 因為媽媽要工作 可不可以家庭齊齊 自己吃的餐飯 即如果你家庭齊齊 做小小餐飯 她會很清楚 整個家庭的餐廳 什麼時候 爺爺媽媽 我知道 我是最後入座的爺爺媽媽 先 你講這些就可以了 你不要這麼快說 巧克力怎麼拿 怎麼喝湯 即是我說 如果我做到 你都不相信我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應該是這個方向 而是讓她感覺舒服 還有家庭 父母 我愛你 你應該是從這個過程當中 吃飯 就是仔細整整 所以筷子一定要是 一樣長 一長一短 不是三長一短 即這些東西 既是中國人 我們有國際的文化自野 你應該講故事 你會知道 小朋友最喜歡聽故事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希望今天 有機會看到的 觀眾或者家長 如果你是作為家長的話 真的不要那麼介意 有一個技巧 其實放在一旁 去到年紀大一點 即是六歲 到八歲的範圍的時候 開學點 這樣就不錯了 可以學一個 首先我們由概念開始 即可能 新教 家長 一起去 去 現在家長有時候 吃飯 每個人都掛電話 其實這個August 是一個很差的 這個文化現在是災難性的 一個科技的工作 影響到家庭的關懷 當然這個科技是幫助我們很多 但同時把我們的關係拉遠了 你會否發現得到 似近但遠 有個家長 我給我介紹 小朋友四歲 每天玩iPad 有個電話 家長給了他 因為家長也不想太太癡身 家長在隔壁房間 小朋友就跟工人房 測試他 不用 面對面溝通 本來這麼好的技術 將很遠 澳洲和加拿大拉近香港 現在可以面對面 隔壁房間都可以拉得這麼遠 這件事很可憐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憐 你要看到你微觀 眼耳口鼻加微觀 你開心不開心 從來知道你沒有屎媽 你是不是不舒服 我可以問候 現在是將這件事拉得很遠 你剛才說了這件事 我就覺得 為何學禮儀這麼重要 就是同理心 沒錯 人與人之間如何相處 譬如 我見你坐得不舒服 我可不可以坐過 給你一些空間 尊重對方 去理解對方 其實禮儀就是 你都要看對方 而給他反應 而來回應 所以我覺得禮儀 剛才你剛才說到 很對的 就是沒有了同理心 其實學禮儀單紙是 你怎樣擺放 怎樣做 故事 同理心在整件事 出來 是很反映到小朋友 其實特質裏面 最主要的 是一個愛 中國人說愛 我沒有這樣說 為何突然說愛 但真的愛是包括關愛 你要關心的人 有時候不是自己吃自己 我們都要看對面的朋友 喜不喜歡吃 as a house 我今天請吃飯 或者來老闆吃 我都可以 你喜歡不喜歡 我多給一些 或者轉轉菜式給你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從小時候 其實小朋友很厲害 尤其是現在的小朋友 吸收得很快 很聰明 你說一句說話 它是模仿你很快的 我女兒四歲 她有說我和我女兒的 我每天跟她說 Be careful Slowly Slowly 很簡單地跟她溝通 她回到學校 照管組 跟小朋友說 Slowly Slowly 很Caring 所以小朋友學習的模式 是直接黏著爸爸媽媽的 我們做得不好的日子會黏著 我們做得好的日子會跟著我們做 所以我們會說到小朋友 聽老師說多些 聽家長說多些 你們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先說 不如 我覺得我自己做教育這麼久 我從來都不會去 面對學生 去選擇學生 我是反而從父母開始 因為父母對他們的影響 是最深遠的 我經常覺得 小朋友做錯了什麼 或者說錯了什麼 令大人不開心 不是他的錯 是他日積月累 聽聽賣賣 而他學了 說出來 又或者很簡單 吃一頓飯 跟朋友 或者其他不熟的人 大家一起吃飯 可能是朋友 男朋友 可能他吃飯的時候 我看到他溜送 我當然很抗拒這件事 拿筷子溜送 我就不會怪小朋友 因為我很肯定 這件事是沒有人教的 他能看見而學回來 所以我覺得父母的圈圈 對於小朋友來說 是很深入的 我說的是 未到青春期之前的關係 青春期打吼是另一個發展 所以我覺得青春期之前 都是父母對他們的影響最深遠 甚至家教是很重要的 對 祖父祖 我覺得他們也很重要 沒錯 但我覺得 當然家教很重要 但是回到頭 很多時候 我覺得小朋友 聽老師說 就比自己父母 可能他潛意識 可能很多事情做 他可能會跟著媽媽 但是如果教他那件事 我覺得老師教 很多時候是比家長教的更容易 正正是這樣 其實說權威 這兩個字肯定是老師 和家長父母 但是如果兩個人被選擇 我們做過的統計 家長永遠是超前過 比媽媽 所以譬如老師交叉錯 回到家 起碼媽媽也會學英文 你會奇怪 為什麼老師會打交叉的呢 我曾經有一個學生 也是搞英文老師 寫了一張英文給老師 為什麼會錯呢 小朋友回應就是 不是呀 老師說錯 你明白我這樣嗎 如果你反過來 你進入這個角色裡面 我也是老師 為什麼會這樣呢 在小朋友眼中 老師就是一種權威 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一日為師 中生為師 所以我們不應該 在小朋友過程當中 除了做父母 你應該跟他陪伴成為一個朋友 所以不可以怕 就是不要怕錯 對 這個不重要 我們一起回家 好嗎 可能我也錯的 我也想看老師 有什麼的答案 原來是這樣的 就是沒有覺得 可以分辨誰對 誰錯 而是我們一起去找 求出一個答案 團隊 團隊 所以給他感覺 You never work 我們一起做一些事情 他會覺得有天亮 會更有面子 所以學禮言 不是只學技巧 而是很多做人的道理 其實禮言就是學做人 所以你就說得對 家長會直接影響到 有些家長也可能真的要 家長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其實是的 有時候很多是 小小代代傳下來 不同的習慣 都會影響到下一段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做父母的話 做到我學到我 這是我的宗旨 我小朋友都說 就算跟我身邊 我的伴侶 都是這樣說 我的宗旨 就是做到老 學到老 很多事情每天 每個年代都不同 去變化 剛才我們說到 學禮言 其實沒有分禮 或者是combine 整件事 其實一個新手的家長 可能剛剛為人父母 承接了上一代 可能他們深知到 上一代可能有些 有些什麼好 或者有些是 可能時代不同了 我們都不應該 將舊那套帶下去 再第三代這樣 多差遊 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給一些新手的家長 首先 如果學禮儀 哪一個篇章開始呢 你問我 你問我 你是怎樣看 教小朋友 去做一個 kind 的人 就是 我覺得 要 多過 更要過 你說生長禮儀 我覺得 太陽過場 但是 我覺得做一個善良的人 我覺得 做一個善良的人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其實 很簡單 首先 我先說 我先買個關子 說你的答案 想問的問題 我想說 稍後記住 拿支筆寫下 各位家長 很多家長 去幫小朋友 報讀的課程 不是小朋友想讀的 是家長 想他讀的 所以 我很簡單 如果從行業來說 我一定是銷售家長 是 你很專業 我就付錢 但是 其實我們要訓練的人 最終是要訓練家長 但是 香港的家長 是很特別的 他覺得自己認識 我知道 我認識 我認識 每天都認識 六道菜 七道菜 有什麼餐廳我沒有去過 Romason 是不是 我自己包聽VIP房 什麼都說過很多 是的 是的 我們始終都是 但是 其實 很多時候 我們不可以說他沒有 沒有 我們只能夠說是 不足夠 不足夠 就是缺乏這個的知識 他就覺得等同於這個 但是其實我們 要讀很多 我們要經歷很多東西 所以回到你問的問題 其實三個英文字 沒有錯 解決了所有東西 你覺得 我們不是要學什麼技巧 做人的人品很重要 所以 ABC 那些文字 A 代表你的態度 Attitude Attitude 很重要 我們不是吃什麼 我們是怎樣去吃 對嗎 對待那些食物 對 我們不是穿什麼衣服 我們是怎樣去穿衣服 我們不是說什麼 我們是怎樣說這句話 比如 爸爸叫你個是媽媽 媽媽請你個 這個是一種感覺的東西 所以A A是什麼呢 是一個program 所以整個神經就是 他吸了你的東西 他要跟著去做 可能他要學爺爺的態度 動高直覺 學媽媽說的話 你最多時間跟誰相處 就會有這個反應 所以我們作為家長 要時刻提醒自己 你放了多少時間在食物裡 我們賦慾了 現在香港很多賦慾 兩個工人限定的 三個人都沒有問題 很正常 但是這個過程中 你是不是還要再做家長 那些事情 有時候陪伴小朋友 第二句是什麼 就是B 就是Behavior 你的行為 很多時候 家長看到 TT側側就叫橫皮 其實我不是這樣看的 這是個人性性的 絕對正確 他應該有他的才華 你逼死他 不行 你要坐下叫人 這些我不會做反應 他比他還 當他知道父母是做生意的 經常見的人不一樣 小小哥就會吸收 他會懂得怎樣去說話 他有個基因是變的 你怎樣去引用他 其實他會完全能受到 C 交通 你怎樣跟他交通 交通不只是說話 不只是說話 心態元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話 立即有對敵 他就不覺得你跟他說話 我立即說話 所以如果你想套說話 應該站在旁邊蹲在身上 說給爸爸聽 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他會感覺好 所以其實從小朋友的禮儀 應該處理小朋友的情緒 不是技巧 當然家長要學技巧 所以最後要銷售的 真是生意 是銷售家長 這是很重要的工作 你不要丟給學校 學校當然是學校 不是 現在很多家長在做事 不丟給工人 這個一點 演 enselift 所有人 有什麼好處 我們沒有時間限制 包括小ì 我覺得可以跟教driven 別浪費 benefits 再對 relational island 再教他們 慢慢教 一個人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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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進去 整件事你就可以做到 當然家長也要拿專業知識 拿一些比較正路的專業意見 怎樣去修正 我其實是覺得初教是最好的 修正最難 修正就是自己 其實你問我,我自己都可能很多東西都要去修正 可能不太以上所有東西都 所以剛才你說家長,我也很贊成 家長其實是good timing 就是家長學 心理學裏面有四個學習的層次,叫做four levels of learning 其實是說沒有意識、沒有能力 就是unconscious 沒有意識、沒有能力 意思就是,我不懂得踏這個單車 我知道這個單車 但當我知道這個單車是單車的時候 我有意識,但沒有能力,就是這個單車 好,到第三層是,我有意識、有能力 我要記住人家的事 當你踏多過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就會去到第四層次,叫做沒有意識等 例如就是這樣 為什麼一個小朋友這麼有意態呢? 他不是學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就變成這樣 而是辭之以後刻 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某些小朋友 教授的專注力都是不足的 很容易受到外界討論 那怎麼可以更加專注呢? 其實要放很多一些心理學的工具 令到小朋友跟隨他們的步驟 令到他們的感覺最美 當他很喜歡的時候,你一定要停他 你教英文的老師 那些小朋友覺得你講得很好聽的時候 你就停他了 不過他很興奮 想知道多一點,他就停他 然後令到他有學習動機去做多一點 我們就要加入這些時間、精髓、提示 讓他們說,跟他玩多一點 爸爸,慢慢跟我玩多一點 你真的想玩 久不久跟他玩 不要經常玩 這些就是我們的招數 你剛才說得很對 其實我們做老師 那小時的老師覺得 那些學生覺得我們這麼正 就因為那小時我們很專注於那些學生 家長真的有時候專注力不足 反而真的 我自己是ADHD 我就跳來跳去那些 突然說 糟了,我忘記了 做其他事情 真的說得很對 我專注力在小朋友真的做得不好 反而是家長方面 真的要做多一點 多一點工夫 是自己的 最重要是自己 檢查自己的環境 自己有沒有地方做得不好 我覺得不要說不好 有些地方可以先提升 家長其實很簡單 多一點跟小朋友交通 試一下每天把時間慢慢遞增 令到他覺得你都陪他一起 去共同一些困難 因為有時候我每天出門 跟我小朋友 我只有四歲 爸爸今天又去挑戰 如果他日後覺得很挑戰 他會放棄 但我妹妹跟他說 我今天又去挑戰 我妹妹回來跟他說 我挑戰完畢 他就會變成一個沉默 爸爸媽媽總是挑戰的 那他既然有困難 他照做 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營造的氣氛是 我們有困難 但我們要面對 我們不要逃避 那才是讓他覺得 他是在日上心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整個環境 在家庭裏面 才可以正面地學不同的東西 其實都 在家庭裏面 你會跟小朋友 用一個方法 說每天 爸爸現在出去 有挑戰 現在 在新時代 每個人都用上網 所有東西 現在你的挑戰 例如去教禮儀 會不會是 教一些家長 或者做商務 做生意 entrepreneur的人 怎樣去做 禮儀 網上禮儀 應該是怎樣 剛剛 Dr.Lo跟我們說了 Netiquette 對 其實這個詞 是適合在職的人 或者是 可能是 做老闆 的 行業的人 其實Netiquette 意思是 例如我問幾個問題 是 應該是幾點鐘 不要再打電話 或者 發應應用程式 給大家 沒有發信息 這個屬於 Netiquette 應該有沒有規範 對我 我覺得 對你 你每次發信息 我每次發信息 我意思 如果在群組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 幫各位 但是如果 譬如 朋友 親友 或者再做商業 最近我們忙 當然要忙 正常來說 我多數六點打後 我就不會再發信息 因為我覺得 這個是 Resting time 我應該會被困難 即使我真的發信息 的話 我說很緊張 我很抱歉 我很抱歉 我打電話 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想問你 我會這樣 正常來說 我會這樣 文字交代花 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緊張的案 可以用電話來的 對 對 一般來說 在國際的日子 九點打後 就盡量不要被困難 但是有些很緊張的案 或者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發信息 不好意思 有些事情阻礙你 或者不好意思 我直接打電話 但盡量都不要太晚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就是直接說 我們發應應用程式 甚至一隻Kiss好像很敏感 這些的反應 一腳亨都可能很敏感 所以這些東西 就要特別留意 或者很輕一點 會這樣 那些都不好 甚至文字上面 不要太多感嘆號 問號 給別人感覺你有情緒 所以盡量很平坦的感覺 給別人感覺就完蛋了就算 這些是關於Landigate的其中的部分 我除非很close 那些 HAY YOW 或者行業的那些 我都是多數是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Send 那些飛行 就像是Bipolar 變成人 那些人 不是這樣 我給別人感覺 就像其他公司的任務 所以如果你自己是朋友 沒有所謂 HAY YOW 沒有所謂 但這是商務和商戶 客戶和客戶的溝通 這部分特別好 現在很流行 用Apps做一些Conference 或者上網教學 那些 其實譬如做一個學生 如何尊重的老師 或者大家開會的時候 大家好像 把整件事變成很casual 如果面對面 面對面 我們很講究 我們怎樣坐 怎樣 怎樣看著人說話 身體語言 又很講究 現在變成 好像開餐會上課 很casual 其實有些學生上課 但你穿水衣 頭髮又不梳 其實你問這個問題 我們又覺得 是不是我們太多關卡 但我覺得 如果在很輕鬆情況之下 它的Efficiency更好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這個是商業活動 公司代表這樣做的話 我就會比較注重 因為我簽單幾千萬回來 你這樣的著妝 你這樣和我的說話 和溝通的話 我覺得too casual 這是一個respect 所以有時候我們做老師 我們有很多框架 真的有很多框架 但現在是新一代 八零後 九零後 零零後 其實反過來 我們要學習他們 這樣才會貼地 因為有時候 譬如中學的小朋友 如果你太誇張到老師館 其實他們不會喜歡 不聽的話 反而 如果你是 present yourself 是一個朋友 其實他們反而會反應得好 是的 我想你說英文老師 一個很形跡的林卓 林卓其實是很直接的 我試過一次和他們拍過一個互動 在一個電視台裏面 他們直接罵網民 罵我罵我罵我 其實人們是喜歡他這種風格 所以他很不怕被人抨擊 但其實他有他的point 他有他的粉絲 其實現在我們如果真的想他們學到東西 其實我們要進入他的世界 用他的tone OK 講我們想講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年代是 我以你再扶我說些什麼 是 現在這個世界不是 是我說話 我要你在乎的 你喜歡我才說 不喜歡我不說 是 因為那個learning 就是那個learning performance 是完全減低的 他不喜歡你 就不喜歡 當然你英俊英俊會好一點 但你內容很悶 他又覺得 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做老師好 做什麼都好 要投其所好 其實家長很多時候都要投機 我們要這個步伐並行 我們要很前衛 要保持自己 我們常說mind to muscle 你的mind就一定要 open mind 你的 muscle就會強大 你只是說表面上的東西 要表面東西 是 是 所以我們要件事全爆 會有反應 家長開心 學到東西 一定從未有角度 我們做老師 其實不要以為我們很老套 我們經常都think ahead 我們其實有很多想法 如果不然我們怎樣去教下一代 反而我覺得你倆很不像老師 但你不像老師 反應才是好事 那麼緊要 為什麼說 因為我們如果在傳統式學校教書 我們有很多框架 你是一個老師 就是一個老師 有些說話我們要很特別 學校都分左派右派 你什麼宗教背景 你什麼政治背景 取向全部有在這裡 你為了一個月薪人工 你就要為了低聲下氣 你必須要有這個環境的情況出現 你們不同的 你們都很輕鬆去做 你自己喜歡的興趣 解釋你們已經是一個網紅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是 在這個環境的說話 你自己應該說的 而可能這群小朋友不喜歡 還有我覺得 講開話 由禮儀開始轉了 因為禮儀其實是關於思維上 其實思維影響到你 走出來的那個神髓 氣質 信心 信心 很多東西 其實你說我們講開 其實這個頻道 你都想跟老師分享 其實你問我 我覺得做老師 如果我這一做教育 因為我是想 那些小朋友 自己去選擇 自己讀什麼學校 我經常跟家長說 我們大哥 都想自己選擇 做什麼工 小朋友都想選擇 自己讀哪個學校 適合自己 而不是說別人收我 我就去讀 我希望我們下一檔 可以做這件事 自己做主導 去選擇自己喜歡讀什麼 做什麼 這個很重要 我去香港有些可悲的地方 我們經常跌到那個 GIF裡面的紅樓裡面 本來我 我覺得應該站在那個位置 看 我小朋友不像你這樣學習 我不想做貴獸家長 但這個環境經常影響 你不讓小朋友去學東西 你不找老師去學英文 你不找老師去學英文 你不可以學歌 你明白嗎 久而久之 你就洗腦 你不想學英文 你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所以 其實香港是一個很小 很複雜的環境 我相信就是在香港 不要介意我 我都是一個香港人 土生土長 但是其實全世界最麻煩 是香港人 所以我們今天敲聲自己 我希望救了幾個 救了幾個 希望大家可以同意我講話 但有些事情是馬上落地行 我們都不願意改變 但是不要緊 新火相傳 我們希望下一代會救改變 我意思就是說 在學習的程序裡面 我不會講其他程序 學習的程序裡面 我們可不可以給他們更加不同的感受 你教授我派小朋友 玩泥沙加路的誠心 骯髒的誠心 鷹也搞誠心 我不是的 你玩吧 你玩 你要體驗 骯髒就是骯髒 洗澡 洗澡 是嗎 你要讓他醋 是 我們要學習從錯誠心 是 所以有時候太過疼心 太過保護他 而且你剛剛說過 骯髒的誠心 我們教育就叫做 超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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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說到餐槌禮儀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 我自己的習慣 我現在有個女兒兩歲 我是不怕骯髒 我也是教的 越骯髒越高興 我有少少這樣的性格 我會覺得 你學餐槌禮儀之前 首先你學到接觸食物 你要給他感覺 不要一下子就用刀叉 這些東西是不合理的 我會帶多幾套衣服去預備 骯髒了就換 我經常覺得骯髒了就洗 但是有很多家長就接受不到 我覺得我非常推薦 就是 就是 轉一轉自己的 思念 思念 模式 怎樣去孕育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女兒的方式 變成人被環境改 除了小朋友被改變 家長也會改變 你嘗試去夜餐 叫多幾個家長 大家看完不要說話 去觀察 只要觀察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小朋友已經有小朋友的語言 家長也在說家長的語言 可能說谷歌 可能是對學校的投訴 你會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人生白態的工作 所以反過來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轉多一些不同的環境 今天我們大陪多 明天去回家 來給大家感受 這裡是不同的環境 是否感覺到人不一樣的時候 他也會有不同的 其實人很厲害的 很適應的 你不知不覺地適應的 所以帶來多一些 去不同的領域 簡單又可以 沙灘邊又可以 山頂又可以 就是給他感受 不同的場合 體驗 不同的場合 是很重要的 對 那個生活經驗很重要 對 譬如我們習慣 這邊 麻煩你 去到酒店 你不會這樣 我會感受到 自己說話都小聲一點 對 周圍都不一樣 對 對 灰燕 對 你不一樣 沒錯 對 所以我們 來個結束吧 好嗎 好 好 今天我們很高興 再次感謝Dr.L 我們Tek & Talk的節目 就是關於禮儀 禮儀 禮儀其實不單止在說 怎樣用露差 怎樣坐 髮式 或者疑態 最重要是個心態 大家都認為 沒錯 無可否認 禮儀在生活上 不是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做到的事 還有家長可能有時面對 很多不同的困難 關於這個課題 但你記住 You never walk alone 有我們在 有什麼問題 可以隨時 找Dr.L 或者寫個訊息出來 我們也可以解答到這個問題 接下來 Dr.L也有不同的課程 他也可以更新給大家 告訴各位觀眾 想怎樣做好一點 為我們的將來 小朋友再做好一點 那就留意一下我們 請大家記住 訂閱我們的頻道 對 要有兒太 對 我們要 要 說再見 對嗎 今天我們真的不用離開 有很多事情想說 有很多事情想說 唯有留下一次一個機會 再次謝謝Dr.L 謝謝 我們說再見 掰掰 拜拜